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共同联系佛法 这是微谈俗圣照的事 联系什么佛法呢? 我们在末法时代 能够好好的慈悸念佛 那就是最殊胜的 这可以说是 末法时代中生的大慈祖行 首先就讲到慈悸 在六十八元的祭宋 这么说 皆是无上菩提本 应当居主慈亲切 若能居主慈亲切 一切如来受赞叹 意思就是说 慈悸就成就无上菩提的根本 所以我们在阴地发信直接的时候 我们的目标就摆在最佛能够成就无上佛道上 而不是仅求得人天有乐福报而已 人天有乐福报都会相信还会继续轮回 所以我们直接的目标就摆在成佛上最高的成佛 成佛了就测证不生不灭的本性 然后大家就能够随便自身上 所以我们直接就是为了成佛无上佛国菩提 所以直接是成佛无上佛国菩提的根本 应当居主慈亲切 既然直接是成佛的根本 所以我们就应当居主 所谓的根本居主 所谓的根本居主 就是我们按质节要轻重等质 持亲的贱跟重的贱 平等心所持 对亲的贱 我们都不随便写在放异的话 我们的重贱决定放不到 那么能够轻重等质 我们持节也就值得 叫如病酸 成点不难 那就最殊胜 乐能去主持亲切 假论我们能够轻重等质 说持如来为我们所持 亲近皆法地化 这是一个释放一切祝福 所共同成样赞叹的对象 所以说一切如来所赞叹 这是首先 平成六十法院来说的 另外宣主 都宣律主 在恒死草 也有一段的法语 这么说 五三宝 所以荣安 九道所以失讯 诸贤之归品 贤胜之医持者 必从离戒 这一段什么意思啊 福三宝 福三宝所以荣安 福尽法医持 福法生三宝 只能够信仰 发扬广大 那么就是要简单 必中一切 最后一切必定要忠耀 依此能够好好地学习 最后的持绝 所以必中一切 最后的持绝 九道所与失讯 也是必中一切 九道就求法切的众生 除了佛法切之外 其他救法切的众生 必定他一切 作为这个导师 作为这个谋判 所以九道所与失讯 做一切来教训他 那么必定要忠耀 依此一切法 所以必中一切 或者就问他 那怎么佛的佛切 没有说呢 因为佛是彻底 实践最清净 庄严的情形 所以就除了佛法切 九道的众生 都要忠耀 依此一切法 诸行之归凭 诸行之六度万恨 所归一凭靠地 都是要以切为基本 那么必定中央一切 一切法 宣生之一切 则宣 要比小胜大 有行为 前面也有七房 后边有四圣 七房就是 古丁新冠 学相念处 宗相念处 觉得暖丁冷是第一 所以前面是外房 后边是内房 都属于房位 都属于称作玄 那么四圣是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叫做四圣 所以三弦 七弦四圣 那大圣的 每一条就是十处十行十回相 都是叫做三弦的菩萨 十地叫做十圣 所以三弦十圣的菩萨 大圣的菩萨 都是这个 宣生 原教地方 就是原教出租以上 都是圣位 出租以前就行为 所以大小生的宣生 大小生的菩萨 一直在必定中央 一致一切法 所以这段开示 我们三宗之所以能够 信仰发扬光大 由九法治众生 作为导师 作为教训 一切六度万恨 他所唯一评告的 而一切神圣 所依止的必定中央 依止一切法 所以可欠 这个世界太要紧张 接着就讲到念佛 念佛要紧张 那就是我们要心愿念佛 在这就说出一首祭送 来说明我们要怎么的念佛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修进贵全三妙法 我们修之净土 念佛法门 最可贵的 要能够保全三种微妙的方法 那三种微妙的方法呢 就是信神 第一 信心要非常的深切 非常真实 第一 第二 信神愿切 说法 将来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愿意说法 心就极乐 这种誓愿心 非常地恳切 那念佛要怎么念 念成庄 还要射根尽念如一母 念佛要成就自成 庄就是公庆 另外要自成公庆 另外要怎么样呢 射根尽念如一母 要多射六根尽念相亲 得三母地 四位第一 所以射根尽念 要多射六根尽念相亲 还要怎么样 如一母 就好像孝子 欲恋自己慈爱母亲一样的 普通的 假如不孝子 母亲曾经念她 她却不肯 欲恋母亲 那母子就互相地愿意 就离开 不能够相应 而现在反过来 她变成孝子 孝顺的子女 就成长意念慈爱的母亲 那么 这个母亲是比喻水了 无弥陀佛就比喻 妇解众生 慈爱的母亲一样 所以我们做不孝子的子女 我们家人不孝 就常常没有念佛 现在反过来 常常常念 佛弥陀佛 就如同 慈爱的子女 也常常 相念到母亲一样 那母亲 常常念到 法界子女 法界的众生子女 也都能够 欲恋 诚恋 佛弥陀佛 而慈爱的母亲一样 那自然就感应到桥 所以将来就决定 毕竟当来会故乡 毕竟在将来 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就是我们的故乡 所以这一首期就是 要是告诉我们 什么修学净土念佛法门 另外再讲一首期 可以作为助缘 这一首期是谁做的 就是学工老人 过去教过的师长 也叫学工老人师 所说的寄宗 导人家这么说 一念独心生 吉他一生火 恶缘不出口 神人事莫作 久久成次难 往生可待 世明福佛法 真实秘密绝 意思就是 一念独心生 一念 假如我们有一念 参生次的缘恼生起 我们就要赶快用 一句无弥陀佛的圣号 来压不住它 那越起缘恼 我们便用无弥陀佛的圣号 压不住它 所以这两句能做到 一方 我们的意义就清净了 恶缘不出口 恶类的缘语 不从我们嘴巴讲出来 什么恶类的缘语 你恶口 妄语 两舌其语 恶口就是骂人 骂得很不好听的话 人人家的主宗都搬出来骂你 这个罪不好 不可以恶口 我们要讲一个善良的言语 不要恶口 另外 妄语 就是大妄语 心里所想 跟嘴巴所说 你不一致 就是大妄语 妄语有大妄语 小妄语的区别 大妄语 为了名文利养 随便告诉人家说 我争什么果位 我有什么神通 种种 那么这个就是大妄语 对过非常深重点 我们绝对不打大妄语 小妄语也不打 见言不见不见言见 乃至知言不知不知言之 有小妄语 我们小妄语也不打 所说的都是诚实语 所以不要两舌 两舌什么意思 调泼离间的话 就是两舌 所以我们要讲何何语 与者不欺语 欺语就讲一些很虚乎 法律 没有利益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的话 这属于奇迷 我们也不讲这种话 我们要讲亚诚的原理 所以叫做恶元不出口 恶元的原理 绝对不从我们 嘴巴讲出来 那这一句能做到的地方 我们的口业得到清净 神能事莫做 神害人 人我们也可以推管 神害众生的事 我们都不做错 那么这个就是太多了 翻身了外众生的事情 比如上升 托盗 血缘或者盈域 等等好多的 以我们生业造作出来的 这种业 我们就不造作 所以神能事莫做 那这一句能做到 我们就生业清净 所以以上四句 能做到 使令我们生活一三业 而能获得清净 九九成自然 往生可待业 九九 习惯成为自然 我们依然读信 独信声 赶快用医生或密德佛 压不住他 恶缘不出口 恶劣的言语 绝对不从嘴巴讲出来 神害众生的事 我们绝对不造作 久久习惯成自然 往生可待业 这样子 将来我们往生极的世界 后夜虽然还没有断 然而我们到里面中能正念分明 无处烦恼正念分明 我们就能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那就太殊胜了 世面无处烦恼真实秘密 这个就是相互烦恼的方法 是真实不许 非常秘密的诀窍 所以真实秘密 所以就将以上 以上的前面一首寄送 就告诉我们 我们修进度的法 要不法面 要深信切片 自然更切 要设根 敬念 如同意念 持爱母亲 我们将来 必定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 前面那一首寄 不妨作为我们的正功夫 后面有两首寄 后面有两首寄 可以补 作为主功夫 那么能够正处双修 我们将来各个往生极乐世界 而且往生的品味 也非常地高尚 那么在大连的这个 过年的十全 我们就简单地 讲了这段的法语 来共养主委 共助主委 各个身心抗态 无畏增长幸运灵魄 将来各个往生极乐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慈悲至夜花莲中心举办 新春元宵祈福法会 恭送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金 恭请常驻法师祖法 日期2月5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佛教慈悲至夜基金会 南投分会 新春起见护国祈福法会 恭送大吉大乘十轮经 祈愿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众生安乐 与法自信 日期112年2月20日星期一 至2月24日星期五 共五天 时间每日下午1点至4点 每天恭送十轮经二品 恭请常驻法师领重 圆满日112年2月25日星期六 上午9点礼聘革西修法 下午1点释放宴口恭请天成法师祖法 欢迎四中弟子一起为世界 为台湾共同独送祈福 地点佛教慈悲至夜基金会南投分会 地址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号-86-4 电话南投分会 0492561321 0492561321 草屯分会 0492315999 0492315999 法会期间每天点灯供水 护身边供甘露湿石 备有免费操建牌位 欢迎大众贴血 生命电视台 各位观众大家好 新年我仅代表黄德市祝福生命电视台的 各位观众 大家身体健康 愉快 我们修行 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虽然是 新年 住宿繁忙 但是也不要忘记 观想自己的心 佛经里面说 能关心的就近解脱 不能关心的就很忙 以此呢 祝福大家 身心快乐 新年吉祥主义 十地菩萨里面的 离构地菩萨 是二地的菩萨 他自己修行十善业 也劝人勤修十善业 二地离构地菩萨 他不再误犯 维系的戒律 他的身口意 远离了构然 获得清净 他能够广行慈悲 利益友情众生 所以叫做离构地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收睹2021 Bryce 22日起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gesch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